法國是歐洲大國大家都知道了 法國也是個歐盟大國 所以它原來就是很重要的國家 那麼現在在俄乌戰爭的前提下面 法國大選當然就更加重要了 所以誰當選其實都有不同的影響 法國我剛剛講的是一個歐盟大國 什麼叫歐盟大國呢 它希望領導歐盟 對 所以過去在歐盟形成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成立了 我們看到有三個國家在競逐歐盟的領導權 一個是法國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英國 那英國後來退出去了 但是非常可惜 其實英國有條件做這事 但是英國太過驕傲了不想做這事 其實不是很聰明 因為以我看的話 英國回來爭取歐盟領導權 可能對英國會更好 但它不願意付那代價 而且可以從外部去刺激歐洲大陸 所以現在就是德法兩者在競爭這個位置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法國對歐盟的期許就是 我希望歐盟能夠團結 但這歐盟團結在我法國領導之下 這不見得是壞事情 對一個大國來說 或是對大國領袖來說 你有這種期許是對的 然後法國又同時希望說 我領導這歐盟能夠面對美國的情況下 有相當獨立性 這對也沒有錯 因為其實你注意看 歐盟當時整合為什麼會越來越強呢 是蘇聯瓦解以後 那蘇聯瓦解的時候 蘇聯威脅這麼大 為什麼它不團結不統一呢 壓力大到就是 他們內部有人想說 我去姑息蘇聯 有人說那我去對抗蘇聯 所以反而不能統一 那蘇聯瓦解的時候為什麼統一呢 他們發現說 統一起來之後可以去競爭 蘇聯留下的權力空間 所以它反而統一 反而強化起來了 這就是93年到94年 馬斯垂克條約出現的核心原因 要禁足世界霸主 要禁足世界霸主 碰到最大的挑戰時 已經不是俄羅斯了 因為俄羅斯當時已經沒有力量 最大的這個主力來自於美國 所以美國當時對歐盟就是 我又希望你整合到一定程度 這樣你可以對抗 將來要崛起俄羅斯 但我不希望你泰國整合 因為泰國整合後 你會回來對付我 那現在所以法國扮演的角色就是 我希望把歐洲成功到底成功 我來對抗美國 所以前面法國一直在想這事 其實你注意看馬克宏前面 一直在想這事對不對 那有趣就是 俄羅斯戰爭爆發之後 馬克宏突然發現說 光憑我跟歐盟好像沒有辦法 對付俄國 美國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馬克宏就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呢 他跟美國低了頭 他說我承認你的這個作用 然後你不能沒有你 但是我要表現我的能力 我怎麼表現呢 我跑去見普京 對不對 所以跑去見普京跟普京 談了半天 坐了隔了很遠 坐了談了半天之後 不得請門而入 失敗了 穿梭外交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那張桌子 真的坐得非常遠 穿梭外交呢 它的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能見度非常高 但它的另外一點就是 它風險非常大 因為一旦成功的話 你什麼東西都來了 一旦不成功的話 你好像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這次穿梭外交 很明顯的不太成功 為什麼呢 不在於說馬克宏沒有這能力 而是普京壓根從頭到尾呢 我不想跟你玩這個事情 因為普京有我 有自己的戰略目標 所以普京的戰略目標就是 我就是不讓你說 因為我就是要打烏克蘭 我有我的這個 我有我的議程在那邊做 我要實現我的議程 我不能讓你干擾 所以馬克宏會議論沒有成功 馬克宏沒有成功 對他國內選情的幫助不太大 當然也沒有說太壞的衝擊 因為大家已經看懂 是普京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那現在剛剛你講了說 這個兩個電視對決 這是唯一一次電視對決 那雙方這邊談了很多問題 談到什麼養老金 然後這個失業問題 然後經濟發展 民生等等 其實比較關鍵 其實那些地方當然都有些差異 因為從政治立場來說 勒鵬或者說雷鵬 在法國的光譜來說是比較偏右的 在馬克宏在法國的光譜是比較偏中間的 但今天以我們角度來看 歐洲的中間在我們看都太左了 歐洲的中間都比較左 那麼所以所謂勒鵬的偏右 在我們看起來是中間偏右而已 大概是這樣 剛才被講成是極右 但在法國就會被講成極右 所以大家得曉得說這個詞彙 它其實有一個地理環境的 有個社會背景的 而且跟時代也不同 跟時代不一樣 所以對 你剛剛看到說 勒鵬跟這個馬克宏 雙方在辯論 你來我往說購買力啦 經濟啦 什麼等等 對 都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雙方在這個俄烏戰爭的前提下面 大家最關鍵就是說 你如果當選的話 你對歐盟什麼態度 你對美國什麼態度 你對俄國什麼態度 然後你對中共什麼態度 大家真的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你剛剛看到問說 如果勒鵬當選的話 那對這個有什麼影響 那我得比如說 兩個人呢 將來這個 如果選上之後 他們的差異會在什麼地方 現在看起來比較有趣的 你如果把他們雙方辯論 你看一遍 雙方對對方指責最兇的 就在外面指責最兇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親餓 是 你親餓 勒鵬說馬克宏 說馬克宏你親餓 馬克宏說勒鵬你親餓 所以雙方辯論指責親餓 那只說明一件事情 親餓在法國是不得人心的 這說明一點 也就是說俄國的形象 在法國人心中 是非常糟糕了 所以必須把這標籤貼到 對方身上去 那至於說雙方是不是親餓呢 應該這樣說 雙方對這問題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不好 現在還很難說 因為馬克宏這個現在的態度 他對於支持這個烏克蘭 算是比較堅定了 對 那勒鵬你說他講話很堅定 沒有用 因為所有人在選舉的時候講話 跟他真的上台推動政策 不一定是一樣的 這是在過去美國總統當中 我們看過很多次 唯一比較僥倖就是 這一次拜登上來之後 他推的政策 比他講話要兇一點點 這是我們看到的唯一的例外 我們不確定說勒鵬將來上來會怎麼樣 但我們用現在的話去檢視他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他譴責俄武戰爭 然後他譴責俄羅斯說你是侵略 然後你這個是違反國際法的 這個態度是很明確的 但在這問題上他又說 你馬克宏這種做法不對 因為你跑去穿梭外交什麼搞好幹什麼 好了他罵完這個馬克宏之後 他說等到戰爭結束之後 俄武簽了和平條約之後 那我會跟俄國修好關係 然後我會領導歐盟跟俄國修好關係 甚至我會勸說北約跟俄國修好關係 這不見得是壞事情 因為如果說俄國換了領導人 或俄國的戰略真的改變 你這樣走是沒有錯的 但如果說俄國人沒有變 只是暫時被打敗退回去 你就要修好關係的話 那是不是鼓勵下一次戰爭 那這裡還有在辯論 好那比較重要就是 那對德國什麼態度 對德國問題上面 LePont比較反德 而馬克宏比較親德 馬克宏說我認為法德 應該是很好的夥伴關係 我們共同努力 共同合作推進合作 LePont說我要切斷 跟德國的所有合作 我再說一次 這是競選語言 他未必將來一定會變成政策 但現在在沒有具體政策前 我們只能用這個來評量他 所以他這個政策如果真正落實的話 至少會削弱歐盟跟北約 之間內部的這種團結 那這點是我們看得見的 好那最後一個試金石就是 那對中共的態度什麼 LePont說 你說馬克宏說 你對中共還比較軟弱 你對中共要更加堅定一點點 你現在對中共的態度太過順從了 他用這個詞太過順從了 他說如果我將來散開 我就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好 這個看起來比較堅定 第二對一帶一路 他說一帶一路對我們法國 是有傷害的 他不是說要全部取消 他說我們要重新檢視 我們要重新檢討一帶路 然後他決定說 將來我們知道怎麼樣修改 我再說一次 這些是目前為止競選的語言 或者他提出政見 真正上台之後 然後受到客觀條件制約 他未必能這樣做 但這是我們現在唯一能檢察的 好 那現在出來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辯論完之後 民調對馬克宏比較有利 60%支持馬克宏 40%支持LePont 但是雙方的 這只是對於這次辯論的民調 雙方在競選民調 差距大概四個百分點左右 比這個我們說的標準 稍微大一點點 對 但最後真正的投票那一輪呢 還有很大的變數 所以我們現在呢 還不能說誰勝誰敗 也不能真正確定說法國將來走向 而且有趣的是 勒庞學的說 要拉攏未來的俄國 是為了不能讓俄國跟中共搞在一起 對 這個話講得非常有趣 所以他就是說 如果他是真的話呢 就表示說他對中共的態度 是比較堅定的 所以台灣問題請教阿桑普律師 好 這個選舉當然在 4月24號禮拜天舉行 大家要很矚目 大家看到到在俄物戰爭 跟那個對中國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兩個重要的點 我們當然看得到 兩個人之間的政見有不一樣 我待會兒會說一下 但基本上分析的框架是說 兩者都希望說法國帶領 就是他們可以帶領法國 可以走一條跟美國 有點不一樣的路線 無論是那個Macron跟那個LePont 都有這個痕跡 但是那個在對中國 對俄國跟對歐洲的關係上面 就很明顯的不一樣 通常對美國的關係呢 我可以肯定他們兩者的分別 其實不大 因為都是希望歐洲 某程度上獨立於美國之外 走一條第三條路線 那也不會跟美國撕破連 因為自由國家的聯盟 但跟中俄歐的關係 是他們兩個都不一樣 Macron基本上是對中國 沒有像那個LePont 起碼LePont 就是LePont Mirkin LePont 他本身在很多的場合 對抗中的堅決是比較大 當然正如明教授說的 當選之後跟當選前是兩回事 那是看他要不要兌現 第二個事情是對俄國的態度 對俄國的態度肯定是 Macron是現在比較堅決 但堅決你看得到 最近你搞那一種 就是外交的關係 其實也沒有搞成功 對 你堅決起來你要成功 現在也沒有真的做成功 反而是那個LePont 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希望說那個 與俄國保持良好的關係 外交談判防止中俄聯合 我覺得這一點會有個不一樣 第三個是親歐跟疑歐方面 雖然現在LePont 已經2017年 已經放棄了他脫歐的立場 但是他對歐元區本身 也想脫離 2017年講過 但這一次他選舉 基本上不重提這些事情 那可以看得到 他不論如何 對德國跟歐盟的態度 肯定是比較希望獨立 希望不依賴歐盟 要重整跟改革歐盟 是他的呼聲 那禮拜天的選舉 我覺得馬克宏 當然是很多的分析 都看高一線 但未來如果是誰執政的話 重點是要看 不是對俄國的態度 是對中共的態度 那我現在看起來 LePont還是比較 看起來是比較佔優 執政又是一個臉 所以拭目以待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